嗨大家,我是老K 歡迎收看環遊世界真人秀 頻道會員開放囉 不管喜不喜歡 先幫我按讚跟訂閱 前一集帶大家來到 杜拜平民庫夜市 真的完全顛覆我的想像 這集來體驗杜拜的超市物價 當地人到底怎麼生活 那就開始今天影片啦 嗨大家,又來到 每個國家必要的比價環節 超市物價生活評比 我現在已經拍到11點半 我常常睡覺,然後臉很腫 但明天一大早沒辦法 一定現在就得來拍 選了這個超市 這個超市叫Cartorio 因為超市都是24小時的 我覺得很酷 但我覺得它有點不像超市 我先看一下 這個很像雜貨店呢 這是超市嗎 先來看一個可樂 啊,沒標價 那啊呢 有AED耶 1.5公升 很快錢 是多少錢 40塊而已,總貨品 這個物價 可以喔 跟新加坡差不多價格 新加坡也是1.5公升 這個價格 台灣的話可能是2000cc 2公升了 這個價格 好,我等一下買一罐可樂 先邊買邊喝邊拍 我要先喝 太渴了 這算一個小超市啦 啊,爽 今天還沒喝到 白隔就是爽 好 來看 生活物價 同雞蛋 雞蛋也是一個可以比的 我直接找大盒的 這樣有30顆的 21塊17.5 以這個17.5來算的話 150 新加坡的價格 欸不對耶 30顆一顆也是5塊錢 台灣的價格 台灣的蛋到底怎麼了 我就問 哪個國家我就問一遍 看我們政府哪天會聽到人民的心聲 然後 再來看 還有什麼啊 啤酒 酒這邊很貴 因為這邊是回教國家 沒吃美麥酒 這是什麼 這應該就是飲料 果汁它沒寫價格 就不能比 對,這個都沒寫價格 但可樂就已經證明這個地方物價 真的貴嗎? 還好 水果水果 啊 果汁啊 香蕉 那一公斤嗎? 這樣一塊 喔很多個耶 一塊 8根油 6.5塊 算我只有塊來幣 欸不貴吧 跟台灣物價也差不多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 有可以知道的物價 牛奶 沒在喝 但這種都不是生鮮牛奶 所以不准 魚 海鮮 欸這邊靠海 所以也不准 下面的牛奶 看一下 牛奶這種 應該台灣是這個 這個平 22塊 200塊台幣 喔牛奶算貴喔 特大號 4公升的 台灣應該是賣2公升的 所以這邊應該是 110塊台幣左右 但也還好 不到1.5倍 青菜 蔬菜沒賣幾個 這個菜我也不認得 Sorry Where do you take this one? 這裡 喔 this one? 喔 欸他也在這邊拿 我怎麼沒看到 0.28公斤 7.3 300公克左右 60塊 欸這個比台灣也便宜 野雞胸肉 而且他是冷藏 台灣的話 這應該七八十塊 全年的價格 還有啥 還有啥 水我剛才看到 水很便宜 我買了一罐小罐的水 台灣賣那種 5塊10塊的 這邊賣 5塊錢台幣 秀吧 欸麵包麵包 麵包 怎麼吐司啊 這種吐司 哇 沒寫價格 比不了 這個沒寫價格 好 這個吐司 一條 7.5 60塊台幣 新加坡的價格 台灣應該一條 三四十塊 大買這三四十塊 那種白吐司 餅乾啦 餅乾也是一個 可以比價的 那麼多一多 我的至愛 沒寫價格 大包9塊錢 大包40塊台幣 還有什麼 看看 巧克力嗎 這連鎖品牌 瑞士的牌子 3.2 27塊台幣 欸這也算修了 這樣30塊台幣 大一點的size 70塊台幣 可以吧 我覺得可以耶 你感受不出來 它的物價比台灣貴到很多 這個 歐洲的牌子 170一罐 這個好吃 B&W的廠商都是用這個 嗨 還有什麼呢 欸 麵麵麵 但義大利麵它上面沒有寫標記啊 咖啡一包多少錢 這沒有寫 這貴寫多少 大家看得到嗎 哇 怎麼四十塊那麼貴 它三百多塊台幣 這個咖啡貴 這個台灣應該一兩百塊 啊 泡麵 辣雞泡麵 韓國這個是柏萊品 辛拉麵 這個 沒單包沒寫價格 比不了 單杯裝的沒寫價格 這個 45塊台幣 但這個有點特殊口味 40多塊好像也還好 欸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我比較有印象 大家記得 這個怎麼也沒寫 有些寫有些不寫 是不是偷懶 被抓到 有人偷懶 這邊物價的評比就到這裡了 所以換句話說今天看了整集 包含去吃了在地的食物 生活日常 買菜買飲料的平均物價 你還覺得杜拜生活真的貴嗎 它其實跟新加坡我覺得有異曲同工之妙 甚至我覺得價錢其實就差不多 但在我的心中其實杜拜的物價應該比新加坡再高很多 當然在高級的餐廳可能很多景點類的 其實就差很多 我拿一罐可樂來比好了 我今天在杜拜最大那個mall 罐可樂小罐的喔 500cc的 你知道多少錢 欸我發現這邊寫4AED耶 這一罐才4塊錢的 靠 他剛才是送了4.5塊 我被坑了0.5 現在才看到這邊4AED 正常 這樣500cc的可樂 我在超商看好像也是35塊 30塊台幣左右 然後在商場裡面看 一罐780塊台幣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在地區影響到那個價格 那你在日常生活的物價其實沒那麼貴 你在觀光區的價格就是特別高 那你就會特別有感受 假設你是來杜拜觀光 你也沒特別去一些他們日常生活在活動的地方 你會覺得 喔杜拜真的吵鬼怎麼活下去 打破你們的認知 這我是覺得超市系列加入之後 可以更客觀的看每個國家 它真正的物價水準在哪裡 我的頭髮不行了 等一下去隔壁看隔壁剪 因為剪頭髮只要10塊錢 等於86塊台幣 好啦各位 宣告不能剪頭髮 我剛才在這邊坐了10分鐘 我才想到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問他說 這邊可以付信用卡嗎? 他說只能付現金 我發現在杜拜啊 你要找便宜的 像那個夜市也不能刷信用卡 也只能付現金 夜市就比較合理 這個店家剪頭髮 可能也都是直接收現金 所以才比較便宜 可能不用報稅之類的 我也不知道 好啦 明天見 大家怎麼會以這樣的方式開場呢? 因為睡過頭 基本是要6點早上起來 就驚醒的時候已經9點半了 現在10點半在地鐵上面 準備要先去機場 因為蛇魚 所以飛機可能都會來不及 然後這樣太鬧了 老城區就沒有看到了 下次有機會回來中準的時候 再去逛 有一點遺憾啊 哇 欸很讚耶 我剛才說到 他連九郎中寫來的email 早上有提供 一份餐點在機場 點擊就可以選 然後餐廳 有咖啡廳 肯德基麥當勞 不錯耶 各位 沒想到 機場的鬧劇又發生了 我剛才就是要進來 因為不用在check-in行天 他已經幫我運到IG了 而且我進來的時候 我要過海關 有自動通關的 然後有大概十幾台 然後海關只有一個 海關前面有四五個 一個家庭在等 然後我就先走到海關 後面看一看 然後看自動通關那邊可以 不然我就先去試試看好了 然後我就走過去之後 自動通關 B 欸過了 就走走走走 突然後面有一個 應該是海關的人突然追上我 他說等一下等一下 我說怎麼了嗎 他說你剛才是過自動通關嗎 我說對啊 然後他說 有嗎 我說對啊 然後他又把我抓回去 然後現場一問 原來剛剛在前面看的那個海關 他想說奇怪了 還沒輪到我 我怎麼咻個人就不見 他以為我從旁邊溜掉 我已經夠趕了 還沒有鬧這一齣鬧劇 那一個更好笑的是 因為我已經來不及了 現在快十一點 十二點飛機 我覺得很簡單 走走走走 然後我就穿過下面 因為剛剛原本那個 帶我過去的海關 也是帶我從那個 紅龍的下面穿過去 然後想說那就 依照原本的方式這樣走過去 就有一個人就看他就說 叫我走回去 叫我再重繞一次 他想說我就來不及 他叫我重繞一次 重繞一次之後 走到他那邊 他就看我一下我護照 我說我剛才已經來不及 不知道什麼原因 後來看一下他就說 好他就看到我是真的時間來不及 他就放我 走一個快速通報 超好笑超荒唐 蛤 現在我們來到就是杜拜 第三海文夏 全世界最大 等一下要去找 他們有附贈的一個餐點 快吃 那機場真的自大的耶 哇 真的是超大耶 走不晚耶 難怪很多人說說 你來杜拜轉機時間不夠 你可以慢慢 逛他的裡面睡店 這個是真的 我是沒有什麼特別要買的 所以我想看相機以外 麥當勞 還這麼遠 我已經走了十幾分鐘了 哇 原來他們安排是有設計的 這一區 看到的是幾乎都可以買的 就可以換一份產品 很讚耶 我要去換咖啡 看是咖啡或麥當勞 要選一個 然後前面那個Panda也是可以的 欸這個Panda 真的是美國的那個 是美國的快餐 欸是喔 這是美國算自助餐類的 快爆高吃了 剛剛以為前面有Costa咖啡廳 結果沒有 所以後來決定 那就吃Panda Express 第一次吃 我可以選擇 這邊有四個可以選 公保雞丁 然後跟 水 黑胡椒雞肉 春捲 Chili sauce 這個好像很好 就是 bow of choumine 是什麼 最後一個看不懂 choumine 桌面 不知道 剛剛 直接拿機票給他 然後 直接跟他點 你就說因為你有這個機票 的餐 那一份我們大概看 價格大概都是 二十幾塊 兩百塊台幣 左右 再附一瓶水 趕啡機來不及了 開始登機了 他們有名的應該是這個 orange chicken orange chicken應該叫糖醋雞吧 來不及只能點這個 原本點贏一個公保雞丁 等很久 各位 真的超級空虛的 這樣子 他這個也不把菜補滿 好歹加一個菜 這樣子好像有一點點不給過 讓我試試看吧 飛機車還寒酸 OK啦 但普通 不建議這個套餐 換一個唄 等下準備去IG了 這個行單超級空 都沒有人 你看 包面全空 難怪雞票都可以 出擺真的是什麼都沒有 空空空空空空空一片 咖哩咖哩 有在裡面 這藍色是什麼 沒有看到嗎 世界最高大喔 也很靠近耶 超靠近的 在下面而已 啊 終於島好像在另一邊 這次看不到 可惜了 可惜了 可以免費 不用花錢 小島上有人耶 真的有空空 哇 各位 下面是滿滿的沙漠耶 真的是飛越沙漠 超級推薦大家 當你在做這段航線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選靠窗 因為看沙漠平常 大家比較不常見 下面是一個城市嗎 一格一格一格 應該是喔 好啦 那今天的阿流泉餐店 昨天沒有拍到 這個沙拉應該是 番茄蛋沙拉 很像綠蛋糕 豆子 這餐比較特別 不知道是因為埃及關現在給的這個餅皮 我點的是雞肉飯 這個米飯看起來跟我昨天吃的那個很像 這應該是起司 起司應該是加在這個餅乾裡面 然後這個巧克力昨天也有吃到 這等一下餅皮來試試看看 好 先來開箱這個飯 雞肉很爛 酸的耶 米汁是真的不錯 我滿喜歡吃他們這種長條 但酸的口感有點不習慣 配上了 下面一條公路 配色的應該是公路 剛研究了半天 我覺得這個餅皮 最有可能搭配的應該是這個 是香菜嗎 聰明 把它包起來 吃看看 喔 超酸 有培根的香菌味 還有雞飯的taco 我 不喜歡 因為是冰的 然後下一個來吃一下蛋糕 感覺就是 很甜 下面還可以加醬子 嗯 這種就很好吃啊 真的超甜 下面呢 蛋糕都泡在汁裡面 蠻特別的啊 大家不會照種 最後體驗的是這個起司 這真的是我不敢吃的起司 夾這個 OK 來試試看 埃及吃都會來到 我沒辦法 好啦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啦 下集帶大家出發去非洲 第一站 埃及 我只能說這系列 你看完自速型很簡單 因為該踩的雷 我都踩完了 我們下集見